这只百岁的海龟被压在巨石下已经两个月了 当它顺利获救的那一刻 海龟眼含热泪 竟然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原来几天前两位小哥正在海边游玩 却没想到意外遇见了这只被困的海龟 由于附近没有任何救援的工具 他们只能用手不断挖掘地上的沙土 想以此帮海龟绝出一条生命的通道 在将岩石外围的沙土清理干净后 小哥找来一根木棍开始处理海龟身下的沙土 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海龟的身体被牢牢卡在岩石下方 或许是知道小哥是来营救自己的 这只海龟没有丝毫的害怕 甚至还饱含热泪地望着小哥 仿佛是在对好心人士表达着由衷的感谢 挖了许久后小哥试图用木棍将它解救出来 然而此时海龟的身体已经被牢牢固定在里面 难以想象在巨大的压力下 它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 小哥猜测这只海龟是躲在岩石下生产或者冬眠的 但不断冲击的海浪带来了大量泥沙 它很快就会被泥沙所淹没 随着小哥的不断挖掘 海龟身下也逐渐出现了一个深坑 看着饱受折磨的海龟 小哥不觉加快了救援的进度 就这样他们从天亮一直挖到了天黑 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精 可热心的小哥却一刻也没有停下 如果等到海水涨潮 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都会复之东流 相传百岁老龟有杜劫之说 但如今他却遇见了自己的贵人 在两位小哥不懈的努力下 海龟终于摆脱了岩石的束缚 可此时的他已经精疲力竭 迈出几步后便停了下来 见此情况的小哥继续为海龟开路 他知道如果海龟继续留在这里 当海水涨潮时 他依然存在被困的可能 而此时海龟似乎也读懂了他们的好意 他缓慢挪动着自己的身体 一步步朝着大海的方向走去 小哥帮他扶去了身上的泥土 接着拍了拍海龟的背部为他加油打气 可面对近在咫尺的大海 这只海龟的每一步爬行都是那么艰难 幸运的是他终于可以再次回到那个日思夜想的家园了 看见海龟很快就要体力不支 于是小哥决定帮他一把 他们轮流在后面助推海龟前行 在小哥的帮助下海龟距离海洋也越来越近 对于我们看似简单的行为 在海龟的世界里却显得异常困难 随着夜幕的降临 海龟也终于爬行到了沙滩的边缘 此时他距离海洋只有一步之遥 当海水袭来时 这只海龟再次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 他的眼里燃起了重生的希望 身体也顿时充满了久违的力量 他奋力朝着大海的方向爬去 最后这只海龟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园 让我们为小哥的行为鼎赞 也祝愿每个善良的人都能好运连连 福气满烦